Lio聊四季 天天多個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康曼人對上博文帝人 那這張地圖是Jordan的大亂鬥第二季 好 那這場比賽由於是精選賽斯的關係 所以一開始雙放村民 一開始八村起跳 所以一開始村民術非常多 一開始就可以直接九人吃豬 然後通常這個開局都會拉兩到三人 甚至四個人去挖伐木 每一位選手的開局方式都不太一樣 那整體而言打法還是跟阿拉伯蠻像的 但是又比這個 這個什麼 帝國爭霸的模式又不太一樣 因為他是從黑暗時代開始 所以前期的一些細節操作 還是需要做到 不能像那個直接上風險時代的打法 直接開戰 所以這個前期的一個維加 跟一些細節上處理 黑暗時代還是要去做的 那這張地圖蠻特別的 他有點像是尤加敦 這個野生動物有點多 這邊鹿超級多 四隻 上面還有四隻鹿 這邊趕了一隻鹿回來了 這邊租一樣是兩隻 那果蟲呢 有一有兩搓 所以這張地圖看起來 算是蠻適合晚蒙古之類的 那前期可以多利用這個 果樹 跟這個自然資源 去補充一下經濟 所以玩一下法蘭克好像也不錯 那法蘭克兩個果蟲也可以吃蟲蟲 那目前看起來 這個地圖沒有人會選 我看幾場比賽 好像選蒙古跟法蘭克的人也是偏少 我發現這種職業賽事 他們並不會針對地圖上的資源 去做一個文明的針對選擇 比較偏少 雖然確實有優勢 但是他們還是會選一個自己 覺得勝率會比較高的文明 而不是選擇這種 資源前期 會比較有益的一個文明 去做一個選擇搭配 那這邊看起來 也算是蠻合理的選項 因為畢竟 前期有經濟優勢 並不代表後期就會有優勢 這也算是一個小小的道理 那我們稍微來講一下 紫色這個文明 紫色這個文明是庫曼 庫曼這個文明 封建時代就可以蓋衝車 那還可以去做這個 TEC的建造 所以TEC在封建時代就可以開農 對庫曼來說算是蠻友善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這個封建時代雙TC開農的話 也很容易守不住 很容易被騷擾到 所以封建庫曼要怎麼打 也算是一個學問 以前的庫曼很強 現在庫曼沒那麼強 因為大家都知道怎麼針對他 所以他農起來的威力就也沒那麼強 那庫曼有這個最快的遊俠的跑速 他的跑速是 世紀國裡面有遊俠跑最快的文明 那庫曼我個人認為是 不太容易上手的一個文明 他本身 玩法太多遍了 然後這個經濟強度或軍事強度上了 有沒有非常的誇張厲害 像這個清查單位也不是特別OP 也是需要一點操作上 不能當一般的買工玩 因為這個清查的手有點短 可能像這個諸葛蓮儒一樣 很容易就送光 所以我個人覺得庫曼 算是比較進階一點的 這個叫什麼 進階的遊牧民主 現在遊牧民主很多個嘛 達達 還有這個 匈奴 蒙古 庫曼 這幾個都是遊牧民主系列的 那我覺得庫曼算是最難玩的 但是我心目中最難的一個 好 那再來一個就是 伯根蒂 那伯根蒂的話 我們之前影片也是做了很多介紹 那伯根蒂這個文明喔 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在黑暗時代 就可以升級這些 耕種技術 耕引起伐木 那封建時代移上去之後 會馬上點下二級木二級農 去做一個經濟優勢的爭取 所以這邊伯根蒂 封建時代不一定會開打 所以這邊是選擇了先圍死 圍得相當早 該圍肉圍 然後連這邊第二戳路也開始在趕路了 這個有點狠 人家都是趕一陀陸 你看他這邊只趕一陀陸而已 但他這邊已經趕第二陀了 但是庫曼這邊封建時代移到已經開始開TC了 那這邊就是開啟了庫曼的一個時代 庫曼這邊雙TC開農 會給對手蠻大的壓力的 但是伯根蒂也是一個封建初期 是會開農的文明喔 所以這會造就著 哇 外面在放冰炮 現在就過年了不好意思喔 哈哈哈哈 哇 居然在我家門口放欸 我這個麥克風收音已經 算沒那麼 沒那麼清晰了喔 居然還可以收到那個冰炮的聲音 好 繼續講 好 這邊趕了三隻路喔 趕的事實上是蠻多的 好 一上火鍵時代 這邊二級木 二級農田 要不要先點一下呢 還是這邊要靠買賣一波 直接上城堡時代 好 這是一個選擇喔 好 看起來是 直接要上城堡時代囉 不點二級木 二級農 好 這個就是細節喔 而且這邊有兩個人挖石頭 所以我在可能在想 他是不是有點想要 直接直城 然後 插城堡這個打法 感覺有點啃啊 然後這邊再賣200木頭 好 就可以上了 OK 這邊是選擇賣100石頭跟100木頭 剛好戳到200斤 喔 不是200斤喔 大概戳了160斤而已 好 移上城堡時代 點下了二級木 還有這個二級農 待會應該也會補下 那這邊我會有點疑惑的是 他這邊兩個人挖石頭的用意是什麼 我其實有點看不太出來 如果他是要打寶推的話 現在這個挖石頭的村民術 人數是一定不夠的 如果他是這個戰術的話 通常要補到7個人 或8到9個人 直接大爆挖石頭 移上城堡時代 直接去外面插城堡 插爆個TC喔 針對一個酷曼的開局方式 更好一點的時候 他會把這個城堡 直接插在這個中間 一次射爆兩個TC 這個算是比較大招的部分 之前我們的一些職業賽事裡面 也有看到 有些人 不是有些人 有些職業玩家 會用這個招數 直接速城堡插城堡 直接把兩個TC給插爆 因為對方是封建兵種 是絕對打不贏的 你強軍是只要過去 人家城堡插你眼前 你只能用村民阻止 你用村民也只能跟對方的城堡兵打 人家騎士一出來 就直接無雙開始看你村民了 然後對方還蓋城堡 直接把這個城堡旁邊圍死 你也打不到他有村民 所以這招算是蠻兇狠的 但是ACCN卻沒有選擇這個打法 那B Chester這邊也把自己家裡圍死 圍的時間算偏晚 因為如果對方是打一個封建馬爆的話 他這邊已經被燒了到不要不要的 那目前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這邊應該是能圍死 那右邊這邊其實對他不太友善 可能要直接圍下來 不能圍到底 靠這邊直接一個護打 但是這邊B Chester 血量掉的比較慢一點點 ACCN可能會先死 哇 果然ACCN的馬 直接刷咧 好 到了城堡時代之後 開下了3TC 哇 結果直接走一個暴農物線 3TC開始追村民 但是你們注意看喔 這邊村民數已經差距有點多了 43村打28村 然後封建時代 跟城堡時代差距大概差這樣子 那我覺得目前酷慢看起來是 比較有優勢在的 雖然這個人沒有二級木二級農 但是村民數很明顯喔 是領先 果根地的喔 而且領先村民數有點多 領先了15村左右 這會有點上 而且他在生時代的時候 村民數還可以繼續生產 所以這就是庫曼最可怕的地方 你讓他封建開始農 然後穩穩上城堡時代 這個經濟會有點誇張 好 要打算這樣子圍嗎 直接圍上面然後圍過來 好像有喔 有畫面喔 這邊在思考怎麼圍嗎 這隻女村民在思考 決定往圍走 不上去圍了 決定還是要往下圍喔 好 那果根地這邊 把家裡也慢慢圍厚實一點 開始慢慢補下自己的房子 3TC開龍注意的就是表卡人口 然後銅鐵要一直閃 不要斷死我 盡量3TC一直運轉 而且這邊第一時間點下3級目 3級目也點好了 那3級呢我們不一定要點 有些人會點有些人會不點 那我個人是支持不點的 被你點下去之後 你出兵時間更晚了一點 當然點的話經濟上會更好 但是會拖到你的上軍事的科技 所以有些人會不點喔 最主要原因是這樣子 欸幹這裡是不是有個洞啊 欸這裡有洞欸 VT Chester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這是洞沒錯吧 這個應該是可以過去的啊 啊他不看到了他看到了 他圍這個 沒有發現這個是洞嗎 他圍這裡卻沒有圍這裡 OK很好 我幫AC先找到一個洞 他自己也馬上補上了 OK 好上面補了大石牆 看起來伯根蒂的防守也是密不透風的 好那伯根蒂這邊點下了這個 手推車囉 手推車點下馬上就再繼續補下這個 不是手推車是輪手 輪手補下馬上就要點這個手推車了 哇這個完全大爆弄欸 兩兵都是這個路線 那目前庫曼農出的地座城堡 開始要來出這個清場 城堡蓋在一個蠻前線的位置還不錯 可以守到這個石頭跟黃金喔 還有這個TC的防守 連修道運也都守得住喔 雖然有點偏前面喔 但是 我覺得還算是不錯的 比起守在放在家裡更好一點 好那城堡這個位置 我覺得個人還是蠻OK的 等一下這個二級一射 跟兩個清茶 開始要來打清茶了 欸很少看到庫曼 封劍開龍 然後直接上清茶 最近的高端比賽我比較少看到 雖然庫曼一開始喔 很多人都是這樣打 但到了現在這個2023年之後 首先會先出清茶的玩家越來越少 因為太容易被針對了 前期上城堡的壓力也給的也不是很大 因為通常庫曼上城堡賽 都會出這個草原奇兵喔 不然就是奇事喔 很少會直接出這個清茶 你看這個清茶出出啦 也不能第一時間喔 去做個燒了 等一下這個科技先好 然後數量多一點喔 才能去燒了 不然很容易被對方攻兵喔 或是戰毛兵喔 直接被弄個衣服喔 你看這個 數量不夠多 還不一定打得到 還不一定殺得到村民 這就是清茶的現在的尷尬點 早期出威瑟裡不夠 到了中後期喔 才有這個殺傷力 但中後期對方也有這個兵力了 所以變成你出清茶 頂多就是55開喔 不會到特別強 也不會到特別弱 好 好 那這邊生女 開始大爆點生物 不過在這邊 是沒有打算要點生物的喔 家裡圍得非常厚實 好 這邊 轉出了這個馬上青裝兵喔 那馬上青裝兵 如果開打的話 應該會拿到一點 小小的優勢喔 因為馬上青裝兵 第一級的傷害是28滴喔 清茶的血量很少 就40滴喔 血量突然蒸發喔 像這樣子 很痛的阿 哇 這個青茶 就是為什麼 早期一出 就是會有這個問題喔 你沒有點品種 跟跑速的情況下 太容易被抓掉了 好 直接收掉一直沉血的 好 這樣一換一 就不是很虧了 好 左邊這邊 繼續再說騷擾 但青茶的一個共同點 就是手短 射程只有6 雖然這邊 靠近一點還是可以 撤到上面這裡 但他這邊沒有空 好 這邊補一個馬舟 看來是要一點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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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兵沒有品種 應該是要一點跑速的喔 不然就是要升遊俠 升這個重裝騎士 但應該是升跑速為限喔 畢竟都自己出了城堡 馬上行動幣也按了 這個城堡應該也是 可以按得出來的 好 這邊城堡 蓋好 好 能吃到一發嗎 沒有 這邊還蓋模仿喔 想要來撈魚 欸 Mitchfest 你有點狠啊 一 一灘魚 你也要上百人去挖 然後蓋個模仿 這麼大手筆 海岸線撈 就是這麼一回事 撈爆 好 二級 OK 那伯根蒂這邊二級 馬凱也點下 但是這邊 庫曼已經點下 帝王十大了 大約在87村左右的時候 就點 哇 這裡有洞啊 HOLY SHIT 這個我通常會把它稱為HOLY SHIT 這個進去之後 對方這的時候 會覺得HOLY SHIT 怎麼能進來 OK 伯根蒂這邊第一時間 做一個招想 有沒有發現呢 伯根蒂這邊沒有第一時間看到 回頭直接用地級必殺效果 直接把這個聖女砍爆 OK 那這邊伯根蒂打了地下之後 這個條就開始進入CD時間 CD完之後 這個蓄力攻擊 就會再度產生 但這邊數量比較少 可能有點困難 OK 果然又被招手了一隻 那這樣子 庫曼有點虧 啊不是 伯根蒂有點虧 四隻 四隻馬上清裝兵 所以卻被招了兩隻走 也沒殺到任何隻村民 而且現在出門的一個地點 還被這個城堡給抓到 而且城堡還有彈道血 射的有夠準 很痛 好那庫曼這邊點下瓶酒跟拇指環 開始清茶慢慢成形了 這邊打出個洞來 但是有彈道血的清茶非常強 好這邊集結靈可能要射一下 不能再往下射了 直接 集結在他家 是會有問題的 好 烤光帝這邊點下帝王的時代 但是 庫曼早就已經上帝王了 準備化血再補下三級攻 沒有 原料三級攻 庫曼還缺點就是沒有三級攻 所以手就是很短 好比這個中國蓮污應該還要短 印象中是喔 中國蓮污是六射程還是七射程 有點忘記了 我只記得這兩個單位都是手短到一個 悲劇喔 人物被這個奴炮跟頭子車砸爛的一個 工兵單位 好那庫曼點下軍銀透視機 開始要來拆城堡了 目前是雙城堡 三城堡地蓋這個位置 開始慢慢補下了二級絕金 兩邊都在開農 這邊二級金二級彩石都點了 其實這兩個科技很貴 這兩個科技都要400肉 偏貴 通常二級彩石不會掉 通常都點個一級彩石就差不多了 點到二級彩石有點 太誇張了 因為石頭數量就是固定了 沒那麼多 你點那麼高等級 雖然彩石速度是真的比較快 但是 還是很快就挖滿 他不像黃金喔 一戳可以挖很久 這邊從巨頭開始拆城堡 這邊能撐到火炮出來嗎 博跟帝這邊有點慘 一直跑到城堡的地方 一直被射爛 這邊直接倒了大概5匹馬左右 這邊博跟帝陷入了夜市啊 ACCM感到有點尷尬 右邊城堡可能直接棄手 把城堡補在家裡 再補一個 那這邊 這邊怎麼辦呢 這邊就門戶大開 沒有城堡 這一坨金礦會有點難守 直接開射 散彈馬弓 血量掉非常快速 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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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邊趕快點一下化學 這邊做一個反打 三級馬凱沒有好 被受到直接大爆血 這邊清查沒有決定要繼續追擊 庫曼轉出了重裝騎士的升級 當然是有1號來轉遊俠 這邊想要來打掉升級 但還是來不及 三級馬凱還是變升了上去 但是這邊有點難守 這邊沒有奴炮也沒有投石車 這邊TC也是非常絕望 遇到清查完全無處可靠 你看這個散彈好夢 這一隊出去能不能打到點東西呢 這邊這個洞還是沒有補 庫曼轉出了一級馬凱 這兩邊單位互相傷害 直接被追著跑 馬凱清裝騎兵 能追得到嗎 但是後面中裝騎兵過來做支援 這邊一個甩弓 甩得還不錯 但一台巨頭應該是要掉了 中裝騎士上來做一個防守 效果還不錯 中裝騎士互打的話會比較有優勢 因為馬凱清裝騎兵基本上是11攻 中裝騎兵 只有地下特別痛 能互打起來的話 遊俠還是比較有優勢 這邊再繼續用這個射程優勢 去換掉非常多的一個馬凱清裝騎兵 這邊稍微圍一下 圍死 圍得不錯 直接包起來打 OK 庫文曼單位越換越多 兩邊的村民雖然差距不多 但是博恩帝這邊很明顯有劣勢 這邊只怕馬上清裝騎兵 想要解決這一坨清茶實在太困難了 那清茶無力一點又開始出現了 這個攻擊力沒那麼高 但是如果這邊轉出了遊俠 畫面可能就很不一樣囉 全部開戰 清茶色馬上清裝騎兵 效果沒有很好 還是要適時的撤退喔 不能一直硬打 硬打的話可能還是會被馬上清裝幣給換掉 這邊 進入了城堡雙火力交叉 這邊馬上清裝騎兵 不抵城堡傷害喔 還是要選擇撤退 這邊左邊也在做進攻 兩邊的一個進攻跟防守都還不錯 家裡一直有些騎士在擋這些清裝騎兵 左邊這邊石頭再繼續挖 這邊石頭越挖越多還不錯 雖然這邊沒有城堡 但是用清裝騎兵稍微擋住了 第二波過來做一個包夾 能包抄起來嗎 這邊嘗試想要包一下 但是還不錯 擊倒了蠻多的清茶 但是後面有城堡再輸出 清裝騎兵也是倒的非常快速 這一波交換清場數量大約減掉了約 大概將近十隻喔 吸換掉的單位蠻多喔 但是馬上清裝騎兵損失的更多喔 大概損失了十幾隻 所以我覺得並沒有賺喔 哇這個清茶厲害地方來了 拆衝車跟巨頭就是這麼快速 雖然每一隻箭矢都只有一滴傷害喔 但是同時發射大量箭矢 傷害就非同小可了 好 碰碰點下了這個 安息人戰術喔 安息人戰術點下了之後 這個遠防會更高 而且對這個 長槍兵單位喔 還會有增傷效果 這邊點下之後 加1加2 這邊還點下了這個 工兵皮甲 防越來越來越好 最後清茶遠防可以到6 還算不錯的一個數字 這邊想要在其中其兵 再進來撈個一波 能撈到嗎 很痛很痛 砍村民爆痛 需要兩刀喔 蓄力再加一刀補弓 才可以收掉一隻村民 我記得那時候還沒有改版的時候 一開始的馬上其中其兵是一刀一村喔 只要第一下打到村民就是死一村 這樣比較平衡一點 然後再多補一刀 不怕它是初死版本也是有段時間 我當初還覺得伯恩帝 改版沒多久喔 但是現在已經快要羅馬王朝了 我其實蠻期待下一次的羅馬改版的 可是DLC到2023年也還沒有新消息出來 有點可惜 這一波撈得有點爽 這邊村民撈得滿多的 這一波進來損失的村民有點大量喔 95村對163村 但是這邊正面的一個部隊並沒有大 沒有快 稍微發股一下 這一波正面進攻 正面想要拆巨頭 但是伯恩帝這邊直接無視清查 優先打這個巨頭司機 兩台巨頭同時爆開 但是剩下的馬上輕鬆騎兵 沒辦法繼續輸出的關係 直接全部被清查給收光了 清查把伯恩帝的主力部隊收光之後 想要嘗試去收對方巨頭 但是遇到第二隊過來 直接又再次阻止了伯恩帝的防守 這邊第一時間拆掉巨頭司機 那這台巨頭能拆掉城堡嗎 這邊再修一下操作 但是還是被換掉了一些清查 清查數量被換很快 順山四隻了 直接被換掉六隻走了 部分第一這邊 村民算領先非常多 但是經濟上有點跟不太上了 這邊還有幾隻的重裝騎士 進去砍村 但是村民數 還是蠻誇張的耶 160幾村 依舊很多 ACGN這邊對村民的掌控數量還算蠻有觀念的 雖然我覺得他按這麼多村 是有點太超過 但是我覺得他要這樣打的話 確實也應該按這麼多村 不然這個Mapar支撐自己一直出 馬上清裝騎兵的科技 跟經濟 那如果這邊要轉垃圾兵或其他兵種的話 可能村民受到稍微減一點 不然這邊可能會支援過剩 導致正面的兵力數量太少 很容易被這個VTrest的強軍師一波帶走 這邊幾隻騎士還在砍耶 一直砍一直爽 這邊也是要來抓一下挖金晃村民 順利收村 但只剩下山村了 這邊也是想要抓挖金晃村民 但是這邊看到對方直接蓋TC在你臉上 直接收村走掉了 那目前看起來伯恩帝有點難打 現在感覺打什麼都不太對阿 伯恩帝不知道有沒有火炮 有點忘記這個文明到底有沒有 我只記得他的火槍也是蠻好用的 不然真的來革命一波 三級防點下 是不是要來革命了 有點像耶 伯恩帝革命一波 好這邊直接買賣一波 喔感覺越來越像了 越來越有味道了 黃金不夠 可能待會還要再買賣一點 哇果然 果然 革命 OK 伯恩帝革命一波 村民樹來到了 非常大量 哇原來他出了150多村 是為了要直接革命一波 OK 但是最近我們看到革命都是有點下水餃的 ACCM也會跟著下水餃嗎 後方沒有工程器 只有大量民兵往前壓 但是有點下這個細節 縱火科技 對建築物傷害造成大量傷害 所以現在要守屍城堡 也不是夢想 重點是要貼到城堡 後面不要有單位防守 應該就沒問題 我們直接上前印給城堡 好 城堡開始被守屍 這邊大量單位直接被馬上輕鬆起兵給收掉 左邊的一個正面軍隊 ACCM想要進入這個小 但是這個小 裡面有庫曼人在做防守了 這個青茶 鑽這個小 血的防守已經還不錯了 看起來打得非常精湛 好 那是大量的民兵 登過這個 之後呢 打這個青茶 感覺傷害是蠻高的 這個一定要被迫拉打 但這個拉打效果實在太好啦 大量的一個民兵 血量一直瞬間狂掉 哇 1300多滴 1220 血量掉的速度非常快速 民兵終於是民兵 不及這個攻兵一個拉打 然後這個TC 加上城堡的火力交叉 損失的單位實在太快了 那這邊的城堡 似乎也沒有拿下 後面有少量青茶做防守 可以輕鬆解掉這一坨的民兵進攻 看來伯恩帝這波是涼涼了 民兵 水餃笑得 蠻好吃的 下好下滿 走近這一波民兵想要過來 但是其實主要部隊都已經去了 這時候不管出什麼 好像也都涼涼了 哇 全部被解掉 沒了 全部倒光 好 清茶 看來可以無雙了 剩下這一坨民兵 是伯恩帝的主力 伯恩帝還能再戰十年 村民一直暗 但是經濟肯定來不及回來 哇 XN打錯GG 果然還是要GG的阿 這個普根帝最近民兵的 爆兵一波流 感覺有點怪怪的 都是那種一波直接送光 好 然後沒有先聚集齊阿 然後再槽個點馬上突進 雖然我也覺得分散風險比較好 直接個人拆個城堡 但是如果遇到像這種馬公清茶單位 在後面直接一直點射的話 能做到的事情感覺是偏少 尤其是對這種馬公文明 對公兵文明可能還有幾乎可以貼得上去 吃個幾隻公兵 但馬公的話就真的蠻難追到的 那普根帝這邊看起來最大問題 是只用這個馬上清裝騎兵 跟這個民兵來打 如果可以轉一些遠程單位 或偷車奴炮之類的單位 來防守 可能效果會更不錯 畢竟對方單位出兵也是蠻單純的 這個重裝騎士加上這個清茶而已 自己轉出一些長槍兵之類的 去防守或是戰保兵 好像也是不錯的 感覺有點太執著要打這個馬上清裝騎兵 加這個革命波流的一個概念 所以導致ACCN走向了這一場的敗仗 看起來經濟方面 經濟方面 木頭三千 超三千還好 實物確實領先蠻多的ACCN 這個伯根帝葡萄園 蠻香的 引了跨1萬肉 當然確實如此 出這個UU 需要吃肉的 當然需要多出一點肉 那庫曼也是 但庫曼這邊木頭卻沒有出到這麼多 雖然自己清茶也是吃木頭的 但是木頭卻沒有挖到非常多 這個就是有點明顯的對比 很明顯 ACCN這邊是靠著這個經濟優勢 去把這個木頭給拉起來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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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面 紅色 我們ьют 聞噗 jumping 就可以 你們 在下面 看到 コツ 砂